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光临新兴坛大型文化讲坛 传统文化与家国梦的录制现场 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三位嘉宾 可以说是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是重两级人物 他们究竟是谁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 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三位嘉宾上场 欢迎您 王老 一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来山东 期间呢 也视察了屈服孔子研究院 我想当时杨院长在现场是吧 应该说是亲历者了 能不能给大家再现一下当时的场景 好 这个 去年11月26号上午 大约10点多一点 习主席在参观完孔府以后 然后专程到了孔子研究院 我本人非常荣幸 全程配同 那么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他开宗明义 就说我这次到屈服来 就是要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 今年的11月26号 那么这个在总书记 视察一周年的时候 我们还专门举行了 那么一个座谈会 举行了一个 这个中文的一个比赛的颁奖会 专门举行了学术对话 那么这个大家再一次 能认识到这个总书记 这是视察孔子研究院的 这个重要意义 其实习总书记的讲话 也赋予了我们继承传承 以及创新传统文化的 这样一种使命 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 也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在肩上 今年的10月15号 习总书记在北京召开 并主持了文艺座谈会 当时王老受邀参加了 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座谈会 说起这个文艺工作 以及传统文化的关系 王老您觉得 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 我想这个文艺的作品里头 它是一个触动人的心灵 触动人的情感 也推动人的思想的 这样一种精神的产品 而这个人的心灵 正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主要的载体 当然典籍是载体 建筑也是载体 树木也是载体 孔庙孔林都是载体 但是首先一个载体在于人心 这个孔夫子本身最重视的就是 世道人心 2013年11月24日至28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山东盛视察 指导工作 期间 专程视察童子研究院 召开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赋予我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 也滋养了每一个人的心灵家园 嘉宾王盟更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从青春年少到茂蝶老人 从青春年少到曾经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 怀揣家国梦想 走过动荡岁月 始终不变得是他乐观豁达的精神 那么传统文化给了他怎样的精神力量呢 王老可以说是从少年投身革命 那19岁呢 少年成名 写就了青春万岁飞升文坛 也见证了我们共和国的诞生和成长 那后来有16年的新疆生活 这期间的酸甜苦辣 王老应该是记在心头 感受颇深 那我觉得经历的这些 应该是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 才能够到现在 我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伴随您人生的大起大落 是 我想啊咱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呀 很喜欢讲一点 就是这个人呢 不要怕吃苦 也不要怕曲折 是吧 孟子的那一段啊 天之将降大任于私人也 先腦其筋骨 是 劳其筋骨 是 恶其体肤 孟子说是 天之将降大任也 你要吃苦 不降大任您更得吃苦 是不是 你以为不降大任您就能不吃苦了 没那个事 是吧 你不降大任 你想 你想活下来 你就不能怕吃苦 是不是啊 中国的这个生活处境这么严峻 我1934年出生 1937年北京就被日本人占领了 大街上就都是日本兵了 带着狼狗的 带着冲锋枪的 我是 完全过过那种日子 出北京的城门 必须给日本兵鞠躬 要不然的话 你不知道他这一刀捅过来 还是放狗出来的 这种屈辱的日子 所以这种不要怕吃苦 你要忍得住 你要奋斗 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当然这其他很多因素都有 还有人民当中的那种 质朴的乐观 老百姓的话 说有想不了的福 没有受不了的罪 那我在新疆 新疆那些少数民族的 那他们的那种乐观 又是一种了 他们的乐观是什么呢 他们的乐观 维吾尔的话是什么 人生下来以后 除了死 全是乐 全是玩 全是漫游 都是交邀游 那这些东西 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 最后我还必须承认一条 我仍然有一种自信 困难的一点也好 受到点什么误解也好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挺阳光 而且咱们是不是要良心 咱们有良心 要头脑 也还多少有点头脑 这咱们就这样了 所以我老有一个信心 觉得明天会更好 太棒了 金刚才 王老这段话 我觉得基督山伯爵 最后一段话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其实那句话 就是印证了王老说的 人生所有智慧 就在于两个词 等待和希望 真的是这样 其实苦了参半的 这个边疆生活结束以后 王老迎来了他 创作的高峰 同时呢 还有事业的高峰 那站在一个全新的 一个角度 一个位置 一个高峰的时候 您在重新审视 自己的人生的时候 您觉得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哎呀 我就觉得一个人 他有很多事要做 这种幸福感 你知道今天了 还有事情要做 还被新兴坛找来这儿 跟大家来交流 还不肯放过您 让您休息一下 仍然老夫聊发少年狂 这个 您上哪找这好事去 谢谢您 哎呦 我觉得这也是老庄思想 特乐观 就把我们这样折磨您 您都觉得 哎呀 这有事可做挺好 老有所乐 新兴坛2015年开年剧制 传统文化与家国梦 下节内容更精彩 如果说是读了这些传统文化 居然得不到任何教育的话 我愿意给他赔偿 你让我切菜可以 让我看全部也吃过 但让我看 你这些东西 长生不衰的家族 无一不是有德的家族 山东卫视新兴坛2015年开年剧制 著名作家王蒙 文化学者鲍鹏山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 共论传统文化与家国梦 敬请关注 与巴士高龄的王老不同 嘉宾鲍鹏山和杨朝明 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传统文化同样也为他们 构筑起了强大的精神世界 从安徽乡村到青海湖畔 鲍鹏山始终守望 中国传统文化 进现一代读书人的家国情怀 从农村子弟到儒学专家 杨朝明始终对传统文化 保持着一份赤诚之心 谈及传统文化 对人生经历的影响 这两位嘉宾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巴老师其实经历 也跟王老的一部分经历 有时候挺相似的 可以这样说 跟他们没法比 就我是说那个吃苦的日子 那时候的青海多苦 我倒不觉得我有多苦 那里好像都是一点理想主义者 就是我们觉得大学毕业了 总是想着 是不是能够走更远的路 看更大的天地 志在四方 就是这样的想法 也确实过一些苦日子 因为我们是南方人 就不习惯于吃了个面食 但是到青海去 这我也讲王老知道 对吧 那个吃面呢 就是那个 尤其是我们去了 那个当时青海师大的吧 那个食堂里的面吧 可能是那个小麦啊 已经发芽了 我在家那边是春小麦 然后那个面呢 是蒸出来的馒头 你手一拉把就粘在手上 对吧 但是里面呢还没熟 但是外面的层是稀乎乎的 高原嘛 对 然后呢一口咬进去吧 它会粘在那个上额上 舌头就顶不下来 用手去抠下来 天哪 这感觉不像糯米啊 像皮筋 对 非常痛苦 其实当时真的很苦 而且 但是啊 虽然很苦 但是您没有放弃创作 那时候 听说您的住房特别紧张 没办法 您就在那个楼梯下边的三角处 自己搭一桌子 你在那看书 人家根本就不顾你哒哒哒哒 上楼梯 是这样的吗 那是的 这个我条件算好的 哦 这样是好 因为我在正好在楼梯的旁边 楼梯的旁边嘛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的了嘛 那别人也不好意思站嘛 对吧 我就找了个木匠 弄几块木板 就把它搁起来了 然后在那里面做饭 对吧 但是一般来说 头抬不起来 就那么一点点 对吧 反正就这样 然后嘛 到了晚上 我就一个人到来地方去看书 我那个庄子永恒的乡城 就是在选择中学课 现在台湾发表 还在选择中学课本上去的 那位文呢 就是在那样的地方写出来的 我们觉得 真的很受启发啊 我们鲍老师之所以能够写出 如此棒的著作 是因为他一直在关注传统文化 而且深受这个传统文化的熏陶 从幼年就开始啊 应该应该是这样吧 对对对对 这可能是一个 特殊的一个家庭的环境 因为我父亲是读私塾的 他总共可能就多了 三年左右的私塾 但是他把一本能语背完了 然后什么又学穷林啊 那个千家诗啊 对吧 所以呢我就感觉到呢 他有一种 就是他 他这个 有一种家国情怀吧 有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艺术的鉴赏的能力 比如我们很小的时候 那么他可能会给我们 背背古代的诗词 这个古代的诗词 你晚上在外面乘梁 看着天空 天上的星星的时候 比如说他会跟我们背一背 古代的诗歌里面描写的 天上星星的和月亮的这样的诗歌 那么这个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觉得他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就是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只有吃喝拉撒 对吧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物理的 这个现实的世界 但是来通过我的父亲 我就感觉 哇 他存在着一个非常深思的 一个文化的世界 一个历史的世界 谢谢您 在这里呢 我想问一下杨院长 您的成长经历 我生活在一个农民家庭 我爷爷是我们家族里面的家谱的序的作者 后来呢 这个我父亲啊 这个是我们最近一次修谱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家族的辈分 要往下做一首诗 演练去 这首诗的作者是我父亲 所以呢 就是说啊 这个在家庭 在这个小时候啊 这个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个人的一种一种这个价值取向 就是从文尚德 所谓从文 就是啊 就是对于文化的一种一种敬畏 一种尊敬 或者是一种温情 那么尚德呢 就是因为家庭啊 这个因为我们家呢 人人口比较多 我是老大 然后啊 老二比我小一岁 老三比我小两岁 老四比我小三岁 这个我们子民四个 这个还有老人 那么我父母啊 他的这个痛苦啊 这个这个苦呢 可以可想而知 所以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啊 这些亲戚 这些邻居 得到很多人帮助 那么后来自己读书以后啊 自己也非常幸福 那么在我心目中 非常尊敬的我们那些 这个先生们 都给我们上课 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啊 现在想想 这个遇到了很多的这个贵人 遇到了很多的帮助自己的人 那么因此呢 对于这个 对自己的帮助 得到的帮助啊 那么特别觉得珍惜 特别觉得珍贵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 就是自己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 那么崇尚一种德行 多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那么因此呢 就是啊 自己走进传统化的时候啊 就觉得更有 别样的一份亲切感 所以对传统化 有一种特别的亲情 您刚才说 家里的氛围 是重得上文 那应该您生长的环境 是对于读书人 知识人是很尊重的 那是 我是学历史的 我爱人学中文的 我弟弟是学历史的 我儿子学中文的 我侄子学历史的 哇 一家子文化人在一块 他们都会讨论什么呢 我真的很好奇 我们想组建一个 家庭文史研究所 太有趣了 我们从三位老师的 这个语言的表达当中啊 通过他们的讲述 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 深刻地影响着 他们的人生 同时呢 也给他们构建了 不一样的精神世界啊 在风雨飘摇的战争年代里 传统文化滋养了 王门乐观豁达的青春少年 在吃不饱穿不暖的 艰苦岁月中 传统文化是 爆棚山和杨朝明的 精神实量 现在年轻人的成长环境 与上几代人相比 有了巨大的改善 但却也有着 不同的人生压力 不少人在买房 就业 婚姻等压力面前 沦落为房奴一族 充满了焦虑感和挫败感 在当今这个时代 传统文化 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 究竟有什么用呢 现在80后90后 都已经步入社会 走上工作岗位 成为我们社会的中间力量了 可以说他们有一点焦虑 其实他们在想 你这个传统文化 你让我读 让我学 让我看 让我做 我解决不了我什么问题的 我买车能买吗 传统文化能给我买吗 能给我买房吗 能够娶媳妇养孩子吗 那究竟这个传统文化 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老 我们面对许多实际的问题 这个呢 不是说靠传统文化 就能立刻解决 房子问题 级别问题 婚姻问题 子女教育问题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传统文化 确实在 在优化我们的心灵 在教给我们怎么样去做人 教给我们怎么样去对待掌上 对待朋友 对待争友 对待君子 对待小人 对待顺境 对待逆境 这些方面给人的这个指导 这个好处啊太多了 那些语言仍然那么精彩 如果说是读了这些传统文化 居然得不到任何教医的话 我愿意给他赔偿 对咱们 王老太有事 定立一个赔偿方法 这个是 而这种好处呢 过去那个说法有庸俗的一面 但是呢 他也有啊 鼓励人好学的那一面 就是书中自有黄金物 书中自有言如玉 如果一点书不读 我今天有机会能见到 这么多言如玉的朋友在这里坐着我 能够见到言如玉的主持人吗 哎呀我的天 谢谢您 要我们先讨论一下黄金屋的问题 王老太幽默了 哎呀我觉得吧 就您刚才那句话 让我真是有感触 就王老特别替现在焦虑的一代 你们这帮年轻人着急 咱们这帮年轻人着急 说你们看点书吧 你们学点传统文化吧 真的很好 否则你看 我给你赔偿 我觉得真的太逗了 那鲍老师您怎么看待 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样 就是说读传统文化 是不是就能够让你买上房 对吧 娶上媳妇 这个好像对传统文化的要求 好像它不是它的功能 刚才你比如说要买房 要买车 要娶媳妇 对吧 这个是一种生活层面的东西 对吧 这个生活层面的东西 它是当什么呢 我说是谋生层面的 谋生嘛 那么应该什么呢 应该学一门手艺 对吧 学一门技术 比如说我们在大学里面 学一门专业 对吧 但是文化不是这个层面的 文化它不是让你谋生的 文化它是什么呢 文化让你谋道的 对吧 这个孔子讲过一句话 叫君子不气 这个君子不气呢 实际上就包括了这两个方面 就是说谋生的东西就是个气 对吧 但是君子不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君子不仅仅要谋生 对吧 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你买了一把菜刀 你要求这个菜刀能够切菜 这个是有道理的 对吧 哪一天着急了 我拉这把菜刀去砍柴 怎么办 也还凑合 也还行 对吧 但是如果一个人 一辈子就像菜刀一样 对吧 就是你拉着我 拉着我去干什么都可以 那他就不叫君子 为什么呢 你拉我切菜 我干了 你拉我去砍柴 也行了 哪一天你着急了 拉我去砍人 我也没有反对 也没意见 那就还叫君子吗 那君子就是什么呢 你让我切菜可以 让我砍柴 也凑合 但让我砍人 我就坚决不干 那这就叫君子 对吧 有原则 对 所以叫君子不弃 就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我们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就是让你变成一把刀 那么文化是什么呢 让你在知道 在什么时候用刀 以及什么时候不能够用刀 所以你拉这个刀去 能不能砍柴这个事情 对吧 这个不是来要求文化的 所以文化它不具备 让你取习付的功能 对吧 这是专业的事 所以你找 有具备一点 有文化高的 在择偶方面 绝对有 它有判断力 有更好的偶 有好处 对对对 王老讲得 比我高一点 王老管人献多失望 起高一筹 对对对 谢谢 好 杨艳讲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传统化的真精神 其实就是一点 这个世道人心的问题 就是如何修身做人的问题 习总书记说 这个国无德不信 人无德不利 我觉得再还可以加上两句 其实这是包含其中的 这个起无德不胜 家无德不忘 我们回忆一下 这个我们历史上的这些文化世家 历史上能够长生不衰的家族 无一不是有德的家族 历史上的我们百年企业 无一不是有德的企业 好假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那么我们这个说传统化 能不能娶媳妇 能不能盖房子 这些问题 我觉得周中文回答 那么同时还有一点 这是一个心态问题 你如果功利的 我学传统化 就是为了娶媳妇的 我儿子学传统化 我就买汽车 那么我觉得 你可能永远满足不了 因为你追求的 是不该追求的 你为了追求买房子 那你在五环买了 还想买四环以内的呢 你买了这个汽车 还想买那个汽车呢 你可能永远满足不了 所以呢就是说 你得理解对了 棉袄有没有用啊 今天出去以后棉袄有用 那六月份 你再穿上棉袄就没用 道理很简单 我觉得三位大家讲 真的是让我受益肥浅 其实他们用 特别平时的语言 特别生动的语言 来诠释 其实这个传统文化 是提升我们的境界 不要想那么公用啊 学好了传统文化 结果迷入了一个 一个异性 使他愿意和你成就 百年之好 也算成功 一个中国的好人 跑到美国去 当然是好 一个美国的坏蛋 到中国 仍然是坏蛋 我们这个民族 必须有一个 这个共同一种家族体系 一种家族信仰 山东卫视新兴坛 2015年开年巨制 著名作家王蒙 文化学者爆恒山 孔子研究院院长 杨朝明 共论传统文化 与家国梦 敬请关注 当今社会 随着人们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 出现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 毒奶粉 地沟油 小月月等事件 想一把把力针 划出道道 令人触目惊心的伤口 老人倒下 福还是不福 孩子被撞 救还是不救 我们要做一个 怎样的好人 针对社会上的 不到的现象 我们需要怎样的 传统文化 来刮骨疗伤呢 王老 您觉得 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 我们究竟是需要 怎样的传统文化呢 传统文化里边呢 有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呢 就在于它挖掘人们心灵当中的 那种美好的东西 比如说 孝季 这是一个很不复杂的一件事情 你在家里都会孝敬你的父母 你会 这个关怀 这个爱护你的兄弟 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东西 但是 我们的传统化 希望从孝帝开始呢 能够树立一个人德的体系 它辐射出去 变成各种各样的美德 忠树啊 道义啊 这个千公啊 静啊 还可以许许多多的美德 孔子的一大特点 他关心政治 他并不直接讲政治的操作 而是想怎么样优化世道人心 孔子说什么呢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善不能习 闻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严 孔子担心的就是世道人心 不要发生坏事 坏的恶化的情况 我觉得这些也是我们今天的担心 也是党中央的担心 所以要强调这个 这个 这个价值观的问题 我觉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关键 在于人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从我们人心当中 挖掘出来我们那些 已有的 对于是非 善恶 美丑的判断 是把这些判断呢 又能够凝结起来 能够成为一个社会的一个 公众的一个认同的一个标准 那么这些东西呢 和我们的传统分不开 和世界的现代文明分不开 和我们革命的经验分不开 和这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建设 现代化的经验 也分不开 比如说富强 其实呢 这个 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 那个各个诸侯国家 各个所谓邦国 这个各个邦国呢 他都在那谋求富强 但是我们现在提到的富强呢 跟那个时候的观念又有很多不同了 我们现在提到的富强呢 首先他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上来讲的 再比如说民主 因为我们讲民本 讲民为贵 我们讲这个 就是民心就是天心 我们讲呢 这个 得人心者 得天下 是吧 是人心者 是天下 这所有的这些里头呢 都有一种民主的思想的萌芽 比如说友善 那么友善的 这正是孔子 他奋斗了一辈子 他就是希望人和人之间 能够建立一种友善的心 而不是敌对的心 不是算计别人的心 不是阴谋诡计 我觉得这些东西来说呢 道德和价值 本来就是不可分的 那么中国的这些传统的价值 发展到今天 需要有发展 需要有转化 同时呢 仍然有许多可取的东西 有许多值得我们珍重的东西 在这个网络上 我的现实生活中 总有人这样说 孔子都两千多年以前的 我们都两千多年以后的了 对吧 他那个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 难道我们有变化吗 对吧 难道我们还照他的价值观吗 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 它是有 就是对价值观的理解 它是一个不同的层次的 有些价值观 是完全自设的 就是只跟我自己 个人有关的 这个就不光是古今有区别 就是现在同一个时代的 哪怕你是同学 你一个宿舍的人 你两个都可以有很多不同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有的人愿意结婚 有的人愿意单身 对吧 那你说这叫价值观吗 是啊 它可以很自由 对吧 结了婚以后 有人说我要子生满堂 有的人说我就要丁克 对吧 这种价值观是自由的 对吧 大家各自有不同的选择 对吧 那孔子没法规定你 一定要结婚 这个东西是变了 但是基本价值观 本质的东西 可能永远都不会变 比如说 仁义理智信 他会变吗 礼义廉耻 会变吗 忠孝结义 会变吗 这个他变不了 对吧 那么春秋时期 孔子时代的一个好人 比如说仁义理智信 他应该是仁德的 对吧 应该是义的 对吧 应该是文明礼貌的 对吧 应该有智慧 对吧 应该讲信仪 应该勇敢 应该诚实 应该孝顺 等等 今天的好人 也是一样的标准 这个人错了吗 2000多年以前的好人 到今天一定是好人 今天的坏蛋 跑到2000多年以前去 一定是坏蛋 是不是 所以基本的价值观 它是不变化的 甚至不光是 从纵向的讲 对吧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从红向上讲也一样 对吧 一个中国的好人 他到美国去 照样是好人 一个美国的坏蛋 到中国来 仍然是坏蛋 所以就是对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的判断 对吧 做好人的一个基本的标准 对吧 那这个东西 我想古今中外不变 我们这个民族 必须有一个这个 共同的一种价值体系 一种价值信仰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叫 智于道 据于德 义于人 由于义 道其实就是价值体系方面的 那么广义的义 其实就是属于文化的层面 那么文化是一个整体 深层的文化 当然就是价值观层面 是非观 融入观的层面 那么中层的文化 那么制度层面 那么表层的文化 就是这个文化的表层 文化的方方面面 或者是用它来表达这个价值观的东西 传统文化 是人们在物质匮乏年代里的精神实量 也是治愈社会道德缺失的一副良药 不少人庸俗地把传统文化 看作心灵鸡汤 寻求一时的精神体验 获得浅层次的励志 更有人将传统文化 奉为成功学 以世俗的成功标准 来包装古代圣贤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 又该从何入手 学习传统文化呢 随着现在传统文化热潮在全国兴起 其实很多人就觉得 好 那我看一下传统文化 了解一下 那一看我就把它当成心灵鸡汤 来把它作为我这个短暂的 一个心灵的依靠和慰藉 可能有这种想法 甚至还有人说 这不是都学传统文化吗 我包装一下 我把它变成一种学问 变成一种成功学 还有这种现象 王老 您怎么看待这个 自古以来啊 讲这个道和气 或者道和术 传统文化呢 不能把它仅仅当作一个气来使用 但是道和气呢 又不仅仅有它那个区别的这一面 也还有它互动的这一面 你说你 你掌握一个气 一个具体的东西 你掌握得深了 你从里边也能悟出很多道来 悟出很多 因小见大的这样的故事 多得不得了 同样你如果你道掌握得好了 遇到一个很小的事情呢 你能够用道来加以解决 也可能有别人做不到的那个成就 你能够完成 这样的例子呢 都能够找得到 所以一个人呢 他愿意接触传统文化 希望能帮助自己成功 我认为这不是坏事 他说怎么样 蒙了人家两下子 但是征服了一位美女 起码她也不犯法这个事 所以我不主张啊 你先把这个传统文化说得神的不得了 让人家读传统文化以后 先摘戒沐浴 三跪九寇才学读 不用那样 你自个儿 因为有的那个对诗词的看法 他诗词的看法 他就有几个句子迷入他了 他就从这诗词慢慢就钻进去了 你听戏也是传统文化呀 你听戏我为了捧着绝 我老听 越听越迷 越听越迷 你的目的是捧着绝 你从一个比较通俗的 或者比较一般性的这样一个水平进去 慢慢往上攀登 攀登到高峰 多棒啊 是不是 所以传统文化 它可以对很多人 都可以有它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而且那传统文化呢 你等到了高处 到了深处 不必把传统文化和外来的文化 和现代文化对立起来 你学数学里头也有传统文化 当然有传统文化呀 是不是 你学护士 学打针 也有传统文化 这个我是这么看 你真学习到一定的程度 它能够达到一个通的境界 道通为一 把这个通字提得这么高的 这也是装子 所以一个人要能活得通了 这个人太幸福了 哎呦那真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啊 我觉得您是无招胜有招 就是传统文化无处不在 大家不必要刻意说 我就就这一个动物 我抓住它 其实不是的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实都可以浸润点 这个传统文化的影响 对对对 包老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 王老师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 就是很通透了 没有什么太多的发挥的空间了 您就是四个字 完全赞同 完全赞同 我就想到一句话 就是叫 天下这个 属徒啊通归 一致啊百律 是吧 就是对于传统文化也是一样 对吧 就是不管你从什么路径进去 对对对 只要你能够 对吧 进入到传统文化 并且你最终 沉迷于其中 爱上它了 喜欢上它了 然后从中有收获了 对吧 那么至于从什么样的路径进去 包括你用什么样的动机进去 这个可能 到最后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已经跟传统文化 已经发生了这种 非常实际的 这样的一种接触 并且传统文化 已经在一个人的身上 已经体现出来了 它的这样的一种 这种影响力 我像这样就靠够了 杨院长 我也四个字 完全赞同 其实这个 王老说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 开玩笑 给周恩说 这个我们看一个人 有没有道道 其实都道 我们每个人 把自己的普通岗位 当成一个道场 那么你就能做好自己 你能不能成功 你连最基本的 该做的都没做好 你想搞大的成功 那肯定是 这个不踏实的人 一个不踏实的人 肯定是对传统 顶多是知道一个皮毛的人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 也是我们中华儿女的 一个中国梦 我想实现这个中国梦 就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来弘扬我们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 其实中国 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只要我们进行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我想都可以 助力我们的中国梦 同时来构建我们 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今天非常地高兴 请到了我们三位老师 三位嘉宾给我们带来 精彩的演讲演说 还有他们的论点 同时还有那么多 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 也感谢你们的到来 感谢你们光临 我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你们 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道德建设 有怎样的意义 传统文化该如何构建 当代人的精神家园 新性函下期节目 将继续为您带来 传统文化与家国梦系列节目 敬请关注 明天养 picnic养 幽 flo